吉安乡南华文建站35位英法组长者 在112年原住民族长期照顾文化健康超活动的全国总决赛当中 荣获了最佳造型奖 乡长尤淑珍和花莲麦当劳董事长杨正道 实现赛前和长辈们的约定 特别为长辈们庆功 现场有超过半数的阿公妈 第一次来到麦当劳用餐 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们像孩子般的犬月 吃着薯条汉堡相当的开心 吉安乡南华文建站35位英法组长者 在112年度原住民族长期照顾文化健康超活动的全国总决赛中 荣获了最佳造型奖 乡长尤淑珍和华莲麦当劳董事长杨正道 实现了赛前和长辈们的约定 为他们举办了庆功宴 欢乐美味在麦当劳 八九十岁的文建站的老奶奶 第一次来吃麦当劳 他们经历过了花莲的结战 到了中央 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相约 有好的表现就要来吃麦当劳 吃麦当劳的美味也带来了正真强的鼓励 所以老大人的欢笑也呈现在我们 试信学习乐活安养在极安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写照 乡长尤淑珍和麦当劳董事长杨正道 一一发送汉堡薯条炸鸡给老大人 现场超过半数的阿公阿嬷是第一次到麦当劳用餐 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们像个孩子般雀跃 吃着薯条汉堡好开心 这里会讲相报道